老闆 你的車子又怎麼了 整個都掉下來 螺絲也掉了 這次不是我用的 我開的是小鳥 人站在車庫盯著愛車 卻笑不出來 王陽明這回怎麼了 這樣是可以 可是開快點還會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一直 仔細看原來是保險桿 其中一邊斷了 開快點就會跟地面摩擦 等不及修車 他想出這招應急 現在改車是用膠帶改的 你們懂不懂 這叫手工改車好不好 所以總共花了多少錢這樣子 膠帶30塊 包含車子 我覺得700多了 7800萬加幾捆膠帶 銅板架暫時搞定 但這輛保時捷997 Turbo S 可市值至少800萬 網友笑凡 這樣看來我也買得起改裝品了 方法經濟又實惠 玩笑話畢竟治標不治本 好奇真要修得花多少錢 或者車大部分在兩三萬塊錢左右 進口車像SX BMW大部分 在十萬塊錢或十幾萬都有 像這種跑車的話 如果它的價值比較高的話 那個保險桿大概在三十萬到五十萬 若想整組換新 比起國產車要價差是少十倍 專家解釋 像這類的跑車因為需要較少風阻 底盤會比一般車輛低個十多公分 但只要稍有個窟窿 就很容易受傷 先前介紹過這輛型號是保時捷經典之一 雖然價格不到最低 但他希望能把剩下預算 將車子改為現代超跑殺手 這回卻因為一個閃失受傷了 想必王陽明苦笑背後 心也在躺現 請不要喜歡環境中心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TV